40岁以后,友情也别乱碰。 人到周年,40岁以后,要学会爱自己,跟谁舒服就跟谁在一起,包括朋友,亲人等,因为取悦别人,远不如快乐自己。 40岁以后,上有老,下有小,责任重于台山,经历了太多的事情,我们才明白那些一直陪在我们身边的人,才是我们最应该珍惜的。 我们谈情太老,谈死太糟,我们要勇于承担,给妻儿老小一个温暖的家。 40岁以后是人生的黄金阶段,相比年轻的自己,我们更成熟稳重,相比年老的人,我们更有力气和精力。 所以40岁是人生中最美好的年龄。 40岁以后,如果事业稳定,手头又有点闲钱,可以在工作之余出去看看美食,吃吃美食,弥补年轻时的缺憾,找回失去的自我。 40岁以后,才慢慢明白,对孩子不能太过于溺哀,这样不但会让自己失望,还会让孩子迟迟不能独立。 挺不起生活的脊梁,要学会放手,让他们自己去经历人生中的风风雨雨,只有这样他们才算能看得见彩虹,把自己的事情管好,就是帮孩子。 40岁以后,慢慢发现,我们跑不赢的时间,珍惜怎边人,才是我们最应该做的,爱自己,更要学会爱他人。 40岁以后,有病别拖,别以为自己还是一二十的小年轻,有点小病人人就过去了,拖拖就好了。 这个年龄段更要重视养生和健康,每年都要体健,千万别拖,多运动,多锻炼,保养好自己的身体。 40岁以后,要明白好朋友应该是互相欣赏,而不是相互利用,落井下石。 别人帮你是勤奋,要学会感恩,别人不帮你,肯定有他的苦衷,不要抱怨,更不要背后插刀。 40岁以后,要学会慢生活,要寄的饭,要一口一口吃,事要一点一点做,任何事情都不是一处而就的,任何事情都要经历一个过程,要学会从容面对生活,不要整天疲于奔命。 40岁以后,要明白关系再好,也不要走得太近,和爱人要有彼此独立的空间,和亲人要适当走动,不能过多,对朋友不该问的事情,不要过多的八卦。 40岁以后,要多善待父母,他们那一辈子受的苦太多了,不要等到直欲养而亲不带,给自己留下遗憾。 平时多打打电话或视频,周末多去陪陪他们,他们要的不多,陪着他们说说话,他们就很高兴了。 40岁以后,男人成熟睿子,女人知性大方,可以说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,在这个阶段要脚踏实地,优雅从容,舒心安逸地度过。 40岁以后不要因为寂寞爱错人,更不要因为爱错人而更加寂寞。 人到中年最不该碰的就是一个情字,别碰婚外之情,别碰不碰狗友之间的友情,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关系网很复杂,你很容易迷失自己,所以别致作多情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